我想这几年来 我们大家比较清楚的 大概是我们赞助白仙游老师 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昆曲 然后还有最近的御瞻季 这是传统中国文化 我们赞助他到美国西安巡演 也到伦敦希腊去演出 我是觉得说这个世界上 现在东西文化其实很不平衡 等于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 可是西方的人很少知道汤贤族 或者是我们的昆曲中国戏曲 那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平衡 所以我就是希望能把中国的传统艺术 也介绍到国外去 那另外像林怀明老师 他在日本的演出 我们也连续赞助了两年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就是说当云门舞集到日本演出的时候 我就邀请我们企业界的客户朋友 我们自己的员工 通通都去欣赏 然后也举办一个茶会 让林怀明老师 这些舞蹈家艺术家 也跟企业界的人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那是一个双赢 然后近年我们也支持董阳之老师 他的书法展 对 也是已经有连续两次了 然后我们最近在推动的 是作家陈应珍 陈先生 他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茶会跟他的展览会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些作家的 很多珍贵的照片 手稿 史料这些 运用我们趋势科技的专长 也就是网路 把它都能够保存在网路上 然后把这些伟大的文化资产 能够向网路时代的青年推荐 推广